登上幻之島 欸! 再錄了 OK,我剛剛坐了20分鐘的船 早上就是參加這個tour 叫做登上幻之島 然後還有加上那個叫什麼 Stokeling的 就是浮潛的 我剛剛那個浪子超大的 就蹦蹦蹦蹦蹦這樣 水很藍 很清澈 其實這邊就很像是一個沙洲 但是他說其實也是有名字 叫做 就是冰島嘛 花了多少錢啊 7400還多少 就有一點自由活動的時間 在這個小島上可以散個步這樣子 但如果你們很多人來 然後是包船的話 應該可以在這邊度過一個 早上或下午啊等等 好喜歡喔 這個海水真的非常藍欸 是Tiffany藍 浪湖 我們殺在錄影 我們數量散個 全球也幾塊 所以我們還是要逃避 我們都是省一群的 很多島上 車尚 都是在牡丼 市民族 我們有很多島上 我們可以去來 可以去去去去去 沙洲 不知道我有拍到 他教練有幫我去拍那個 現在是我的午餐時間 太好喝 我買了一個名產叫做 瑪莉亞好像是他們這邊的 牛奶的一個牌子 然後shake就是奶昔 而且是茶的口味 所以就變成奶茶 太好吃喔 十元島這邊就是八重山群島 那這個附近就是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島 這邊的話很流行 就是跳島然後往來的交通通常都是用船啦 也沒有通常應該是只能用船 對 anyway 先吃 欸 非常冷的 日本非常冷 下午要去 Iriomote 就是西表島 他是一個滿腹自然的島 下午也是參加一個tour 應該是會坐船 然後進去那個紅樹林裡面看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活動就是 牛車過河 就是牛辣是牛車 對 很白話 這邊 很著名的活動 很推薦如果你是 愛登山啊 溯溪啊 等等活動的 那你可以花一兩天的時間在西表島 我是覺得不錯的 對 但是我沒有 對 我喜歡海 沒有喜歡山 等一下就是做這個牛車 這個時候我早上去的 這個是明天要去的 哈哈 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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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這個西表島啦 你要去做那個觀光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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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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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歲 剛是他把我拉過來的 她是一個 女生 聽說她可以載到 女生好像可以載到14個人 男生可以載到18個人 來吃草囉 剛坐那個牛車過來還蠻有趣的 但是好晃喔 而且他們走到一半那個牛牛還會扁扁 而且他說那個水牛是從台灣引進的 差不多要回去了 這油布島呢就很像是一個熱帶的植物園 他們也是有植物園還有蝴蝶園 講一下這個tour的感想好了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沒有很貴 我記得是一萬零六百多吧 我忘記了 就是一個半日遊 那你可以選早上或是下午 像我就是選下午 接續早上的那個去換枝島跟浮潛的tour 就到那個港那邊 坐船到西表島 坐了好像五十分鐘左右吧 然後一下船就會到那個 去看紅樹林的那個船 我覺得今天好累喔 因為一直在坐船 一直坐各種交通工具 基本上西表島這邊就是 日本紅樹林最多的地方這樣子 完了之後 剛剛是搭巴士到要坐水牛車的地方 那其實在那個巴士上面 那個司機也會邊講解說 西表島上的事情 又很久沒有認真的觀光了 所以我覺得認真觀光也是一件 蠻累人的事情 蛤? 終於結束了今天的行程啦 累 是一直在在太陽嗎 還是早上海風吹太多 我覺得現在有點頭痛 好現在回到石原島 因為我是第一次來 所以呢 做了比較多觀光的事情 跟我平常不太一樣 對那這就是今天的行程啦 今天排的比較滿 就做了兩個活動這樣子 我覺得我想先結尾啦 那等一下如果有 吃東西再拍給大家看 OK我是GO 我們下次見掰掰 喜歡這影片幫我按讚 然後留言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應該是 對石原島比我熟吧 對 Wikara 剛剛從Pin抽損 音樂 I China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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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沒有吃Okinawa Soba 上次去沖繩 一個多禮拜都沒有吃 非常有嚼勁 這邊還有小的 挺不辣 豆腐醬 就是炒豆腐大會 是炒豆腐做的 相對於一般的日本酒店 比較紮實的口感 而且這家還蠻清淡的 不會很油 但是不是每次imer 超離燈的